Hi,我是成長HR,我是Emma 最近有朋友找我去優化網店登錄頁的文案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如何去打造一個熱買網店的文案 做網店登錄頁的套路究竟是甚麼 有哪些注意和技巧 其實它的本質 網店登錄頁和Facebook的貼文是一樣的 都是用文字幫助產品賦予靈魂和力量 能夠令到用戶深金情願地拿出銀包買買買 但當我們打算要幫一個產品做網店登錄頁時 我們究竟要怎樣著手呢 需要三個步驟 第一,捕捉產品的賣點,確定產品的定位 對於產品登錄頁來說 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用賣點吸引正在猶豫不決的瀏覽用戶 Marketer寫產品登錄頁首先要有清晰思路 為了幫助Marketer更好地讚賞產品賣點 我推薦用狗工甲方式去找出產品賣點 如果你賣的是眼部按摩器的話 可以在中間這個產品名的格子裡 填上微電流眼部按摩儀的產品名稱之後 在其他8個格子填上這個產品的銷售亮點 明星推介、微電流、去水腫瘦面、提升極致皮膚、 使用後毛痛、小巧、輕便等等 但有個問題是寫得出來的產品賣點有很多 我們如何取捨呢?要根據目標用戶來決定 比如可以參考同行業的競爭產品中 客戶經常不滿意的原因究竟是甚麼 以及最初研發這個產品的目的是甚麼 為了解決哪些問題 目標用戶願意付款的原因是甚麼 另外也可以通過提問方式來挖掘 你的產品可以在甚麼場景發揮作用 思考這個場景中消費者會遇到甚麼問題 第二 掌握網店登錄頁的框架模板 第一就是產品的亮點描述 跟社交媒體買貨的不同 網店的銷售環境是開放 如果你的內容捉不住它的註意和信任 它很容易就跳出另一間店 所以一定不可以給你一些枯燥的道理 而是先將你的產品亮點拿出來 目的是鎮住客戶 這部分一般包含的內容是 自家產品的行業地位 你有哪些明星大客戶代言推薦過 你的產品獲得過甚麼獎 源自哪些有名品牌 是目前哪一個通路的銷售冠軍 是哪一個網站的網友口碑最佳的產品 哪一個當紅的名人代言這個產品 例如專注敏感機13年 某大型跨國企業品牌的供應商 某某明星代言 第二點 產品最核心的四個亮點 用九宮格已經找到很多產品的亮點 關於賣點取捨的問題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競爭產品未能滿足用戶的地方 以及目標用戶有哪些慾望 坦白說就是切中顧客最關心的痛點 站在顧客的角度 找出顧客要問的四個問題 或者你是消費者 你願意付錢的原因有哪些 第三 一句說話表明產品暢銷 每個人都有一個從眾心理 對於一個新產品 如果有100個人使用 或者你會懷疑 但如果有1000個人使用 很多人就會相信 畢竟在大多數的人認知中 1000個人一起犯錯的機率很小 如何表達暢銷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賣得多賣得快 第四 價格優勢 這個產品的絕對價格優勢 例如全城最低價 低價都是吸引人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產品的好處 核心賣點對於目標消費者 有哪些好處 都是我們經常說的獲得感 注意 不可以寫產品的賣點 賣點太抽象了 顧客看不明白 要直接把消費者可以獲得到的什麼手藝 令他看得到感知到 一般一個賣點可以是一張圖 這裡有個小技巧 就是將自己當成消費者 體驗產品的美好 將感受寫下 去打動你的顧客 例如賣平底鑊 很多廠商會把財質寫在開頭 好像是大理石的平底鑊 陶瓷的平底鑊 等等 但你的財質對消費者是沒有意義的 寫好處的基本要求 就是為了你每一個賣點 賦予一個具體的場景 這項賣點才有意義 好像是每次煎魚都貼皮嗎 大理石平底鑊 不貼底不貼鑊 令你每次煎魚都可以完美上台 權威的證明 看到產品有這麼多好處 很多消費者都會心動 但付錢的時候 有很大部分人都會猶豫 你要拿出你的產品權威證明 贏得消費者的信任 令他將你的戒心放低 注意 第二 這裡用到的權威一定要大眾知道的權威 比如 你說你的產品獲得一個陌生的獎項 大眾其實是沒有什麼感覺的 這個時候你要告訴他 這個獎項相對於什麼的級別 具體滑掘的角度有 研發的團隊 原料的供應商 品牌的歷史 第四點 顧客的好評 很多買得好的網店登錄頁中 我都發現有顧客的好評這部分 但很多人都以為我有專門給別人評價的頁面 就不需要額外放這個顧客的好評 但評價的頁面裡面的顧客好評 是不可以精挑細選的 所以評論好的壞的都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你的篇幅不是特別長 建議都是把符合賣點的顧客好評 都放在登錄頁中 這裡的重點是挑選的顧客好評 要符合核心的賣點 亦是消費者願意買單的原因之一 贈送免費這些字眼 是最容易有到用戶購買產品 這裡說明的東西有兩點 很多人不重視贈品 就隨口說說就算 送什麼送什麼 這樣是沒有殺傷力的 正確的做法是要將贈品 說到好像正價貨品一樣賣 寫出贈品可以為顧客帶來的獲得感 畢竟有些顧客沖著贈品落單 另外需要的是 要給贈品一些特寫的鏡頭 凸顯贈品的高價值感 免費的字眼要大要突出 售後承諾 這部分的任務是要消除顧客的顧慮 例如碎了爛了包換 老公說穿了不好看也可以換 小朋友說不好吃也可以換 七天沒有理由退換等等 今次的影片分享來到這裡差不多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